国中这个时期运动量大 正在发育就需要营养上的补充 台北市民权国中举办新生训练 邀请慈激志工前往宣导蔬食观念 志工准备了可口的蔬食便当 让学生们体验清爽的蔬食 是最天然的营养 也让大地更有活力 民权国中新生训练活动 中午这一餐由慈激志工来招待 满满蔬菜加上豆皮色香味俱全 还有好看的一切 说明为何要少吃肉 体内做我们的体内环保 那我们可以培养慈悲心的时候 我们也做到了心灵的环保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这么可爱的小动物 我们不忍心去杀它 这树和环保救地球到底有什么关系 不只是让学生听 也透过问答让他们说 鼓励多吃精菜受益的 不只是自己更是大地 知道如果再吃过多的 肉食下去的话 所有植物可能会灭绝 而今天吃到那些素食的时候非常开心 因为可以保护更多的动物与植物 我希望可以继续吃下去 学校主动邀约志工来宣导 认同无素的好处 也决定要推动蔬食日 学校每一个月都会有规划 所谓的这个蔬食日 透过多吃青菜 从这个青菜里面 获取最天然的一样 其实对学生 我们青春的孩子的帮助也最大 吃的营养也培养慈悲心 踏入国中的新生活 先种下善的种子 大约新闻之上美职工郑柏仁台北报道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